内蒙 我服了 哈喽 欢迎来到可可的美食频道 今天咱们不出去了 在家吃 这一大袋子都是我朋友给我寄的内蒙奶制品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去过内蒙的人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人生第一次 那跟我一起开启内蒙奶制品之旅 今天跟大家一起品尝的一共是有七种 有三款月饼 还有奶皮子卷 奶豆腐和奶皮子 先来试一下我当时最期待的一个 奶皮子月饼 听朋友说奶皮子月饼加热之后会更好吃 那我们先去加热一下 一共是有三种味道 好像网上卖的会有更多种 但是我朋友说他已经尽力了 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吃过奶皮子月饼 这不是他们的传统节目 来试一下 毕竟中秋节要到了 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虽然我最一开始听说的是奶皮子月饼 但是我刚才拿这个奶渣子的时候真的 好软好香的奶味 这里面像是奶茶的颜色 就是那种酸奶酪 奶酪条 就那个味道 就感觉自己吃了一整头的奶了 奶渣子是什么呀 那个皮不是我烤得像饼干 奶渣是从牛奶奶中提炼的 就是奶渣 就是奶渣 好吃的 里面是那种黏黏糯糯的感觉 那来吧 试一下奶皮子 其实这个我尝过那个凉的了已经 它这里面是有加这种类似于青红色的那种果干 热的吃真的好吃一些 奶酸味超级重 凉的时候吃就感觉自己吃了一个外面不油的月饼 但是不太分得清楚里面包的什么馅 还有花生 感觉它就是把那种乌着月饼的糖的部分换成了奶制品 奶皮子 但是这个会有一点甜 把最后一个试完奶豆腐的 这个感觉里面好像也是加了花生仁 好像是 姐妹 这个皮 我不知道内蒙的月饼的皮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冷吃的时候是那种油性很低的感觉 一点都不腻 这个吃就是那种烤得酥酥的饼干 我强烈建议大家加热它 但实话实说 我没吃出来奶皮子的月饼和奶豆腐月饼的区别 而且这个也有点甜 感觉奶皮子的奶味会更重一些 恕我无能 真的没有吃出来奶豆腐月饼和奶皮子月饼的太大差异 奶皮子的话稍微湿润一点点 我最推荐的是这个 万万没想到从来没听说过的月饼 奶渣子月饼 特别是那种糯糯糯 然后好软 又带一点酸味完全不会腻 然后我那朋友还特别认真的给我寄了奶豆腐和奶皮子 告诉我它们分别是什么东西 这两个好像都得煎一下才能吃 那咱们放到最后 先来试一下被物流破坏的 这个奶皮子结 里面好像是有三个口味的 奶皮子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呀 它是有蜂窝的那种 看这上面是有这种蜂窝组织的 这个好像是加了蔓越莓的 好吃耶 有点像炸响铃 大家吃过吗 炸响铃的那个蜂窝组织感 但是是奶味的 里面这一层不知道放了什么 特奶 好吃 而且不会让人觉得特别厚重 很轻盈的奶香味 这个不甜 外面是那种蜂窝感 里面是那种软软糯糯的 还加加了果干 好吃的 这个应该是加了芒果的 外面这个口感好棒 芒果肉还是新鲜的那种感觉 不由自主的把自己的腿搭起来了 很好吃啊 我不知道这个常温吃会不会腻哦 因为我是冷藏了一下 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这个好像是黑加仑的 反正这里面的果干没有太抢眼 就稍微丰富一点那个口感 好吃 来试试这个 这个好像也是奶皮子卷吧 它已经被压扁了 它已经被压扁了 这里面好像是加了炒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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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怎么这么软 炒米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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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是炒米吗 这是炒米吗 有一种生小米的感觉 有一种生小米的感觉 有点硬 外面的奶皮子卷 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吃这个 那馅儿不太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我冷藏过的原因 你分明是吧 人家冷冻了 还好意思说 脚麻了 剩下就是我们的奶豆腐 和奶皮子了 我想先来干吃一下奶皮子 有没有云南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朋友 有云南人系列 我就是那个 被投为乳扇的人 这个东西长得跟乳扇 还是有点像的 乳扇在云南也是油炸嘛 但是我是直接吃 空口吃的那种人 这个那个味儿好像 但这个好油啊 这个奶香味更重 会更油嫩一点 不酸 完全没有异味 我这个吃的应该是两张 蝶层的一张 所以它真的本身就有很薄很薄 吃吃吃吃吃吃 太好吃了 很油但是很好吃 为什么奶皮子卷不油呢 奶皮子这么油呢 我准备了这个 先给它扣上加热一会儿 来拆一下奶豆腐 奶豆腐能生吃吗 这个有一股那个 牢骚那个味道 哇 还挺厚似的 酸的 这个不太能行 这个要太酸了 干吃有点 发酵的那种酸味 来来来 先把它们加热上 我看他们有教程说 应该拔撕奶豆 不带我太懒了 我去 没有办法给大家看清楚 它竟然拉丝了 真的拉丝了 那种细丝 可是这怎么吃啊 要粘上了豆 它已经粘上了 来来来 试试这个 看 这纹理 这尖椒的纹理 好烫 这奶皮子无敌了 这奶皮子真无敌了 烤完之后 那个奶香味 真的是一下子爆开 可是这奶豆腐该咋办呢 它这奶豆腐烤完之后 是那种梗啾啾的 我的链行为 链勿模仿 我这儿练了好几百年 练出来的 好神奇 我觉得我现在想再嚼一块口香糖 带着酸奶酪味的口香糖 给大家挡着光看看这玩意儿 太神奇了 加热完之后 和加热之前发现是两种口感 它会膨胀 它会膨胀 绝了 我先把这碗压上去试试 哇 内蒙 我服了 好好吃 这应该也行了 我在想这里面的肠米会不会熟了 肠米熟了 肠米不再是硬的了 好好吃啊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当地的内蒙人不吃奶皮子月饼了 没必要啊 就奶皮子卷 奶皮子就已经很好吃了 让我再来烤一锅 那今天这视频呢 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哦 下期我们再吃点别的吧 下期视频再见哦 拜拜